中国队和韩国队 最终的中国队是3比0战胜的对手 取得了三连胜 在本场比赛当中的两队的当家球星 朱婷和金阮景上演了一场直接的对话 最终朱婷是贡献了18分 金阮景拿下了15分 对 其实在网上的关于朱婷和金阮景 究竟谁更强一些的话题讨论 从来没有终止过 而且在场上的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之间的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这些呢都在今天的今日之星当中 您可以找到答案 以前你曾经说的你的偶像是金阮景 对吧 现在呢 也是啊 现在依然是金阮景 很难休息 很难休息 昨天我问朱婷 朱婷是你的爱豆 她说是Kim 真的吗 还在 我第一次看到她 她说我是你的爱豆 在最初的 然后我一直在做照片 我一直在做照片 或是照片 或是照片 或是所有的 但她后来变成MVP 你觉得你和金软景谁个子高 应该我偏高一些 比较高 你和她 谁比较高 你们俩谁跳得高 这个还不太好说 要看比赛 对 谁的领袖的气质在场上更好 看情况吧 金软景和朱婷 世界排台的两位赛场领袖 韩国和中国女排的当家球星 以前 伦敦奥运会NVP 女排世界第一年薪 是金软景 现在随着朱婷日渐成熟 这两项第一都成为了朱婷 本届亚运会的一大看点 就是朱婷和金软景 在赛场重逢 有机会要跟金软景说句话你想什么 跟她说什么 相互学习吧 不 你不想跟她说什么 肯定在场上 我们在场上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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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步跑向场地中央 与裁判与韩国队握手致意 或许是因为输球 金阮景只是和朱婷 轻轻握了一下手 在这场比赛中 韩国女排全队整体表现不佳 被中国女排全面压制 金阮景在第二局 一度被韩国队换下 整场比赛 更多人记住的是朱婷 和队友们的霸气得分 欢庆胜利 但是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 却更多的是在关注对手 特别是韩国队中 这位出色的灵魂人物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技术方面 是要向他学习的 另外他也是在球场上 能够把自己的球员 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 领袖的位置 也是非常少有的 毫无疑问 郎指导给了朱婷的偶像 金阮景极高地称赞 任何一位主帅 都希望执教最出色的选手 庆软景就曾经被狼指导称赞为 世界最全面的三大主攻之一 那么狼指导对自己的弟子朱婷 又有怎样的评价呢 我觉得朱现在是国际朱了 国际朱就是在国际赛场上 运用自如吧 而且英语也可以来两句 那我们一会儿让他露一下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 你能不能试试用英语 跟大家说两句 英语 行吧 很不容易 真棒 之前很难听到朱婷说英语 虽然只是几句简单的问候 但看得出朱婷在打排球之余 下了多少功夫 如果要是让朱婷讲起排球上的专业术语 那么他可以滔滔不绝 在排球上的东西 可能说就是说 真的让我说 Joe you block the line 我ok 比如说那个 他会告诉我 No.10 Like a diagonal 有蓝的斜线 但是我们就会 到最后说简单的 就是说 Linear就会用1来代替 然后diagonal斜线 就用2来代替 然后蓝中线就有medal 这种 真好 自从出道以来 朱婷的进步 有目共睹 他正在成为郎平之后 中国女排又一位 出众的邻军人物 而更加难能可贵的 是他依然保持着 那份独有的谦虚和低调 你怎么看 今天和金软警的 这种比较 这种较量 我觉得我和他没法说 只能说一个 中国队和韩国队来说 最后赢的胜利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她非常好 我觉得她继续 带领中国女排赢得胜利 同时得到对手们的尊重 这就是朱婷 这就是中国女排的新领袖 What if we compare 朱婷 with Kim Which is the best player You think For my opinion 朱婷 朱婷 他们都说朱婷最棒 这个俩人都打主攻 如果要都能成为您的弟子 那您这也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中国队肯定还会拿世界冠军 如果要是两个人只能挑一个呢 那我还是留着国际桌 那人那是 那是亲闺女 自己人 对对 金阮景今年30岁 她比朱婷大6岁 在朱婷的身上 金阮景仿佛能够看到曾经的自己 而在郎智岛的眼里 她一直把朱婷当作女儿一样对待 显然对于朱婷 郎智岛未来对她寄予了亲女儿一般的厚望 那么朱婷 郎平 金阮景 他们三人的每一次相逢都将是一段佳话 央视记者雅加达报道